擠牙膏式貼婚照 遭網民反感 麥明斯真摯自協 盡顯高情商 11日麥明斯再出post自協 禮貌回覆網民的批評 盡顯她的高情商 十丘講者麥明斯 和飛機師老公盛敬為 上個月開始馬拉重式婚禮 大搞三場婚禮 而近日Louisa開始不斷 連環分享婚禮的點滴和花碎照 引起不少網民反感兼漏轟 曬夠了嗎?見好就收吧 11日麥明斯再出post自協 禮貌回覆網民的批評 盡顯她的高情商 網民串爆留言說 真的準備說到聖誕節嗎? 而麥明斯很禮貌回覆說 沒辦法 很多朋友和贊助要多謝 我想要多放一個星期左右 忍一忍吧 之後她繼續鋪出多張摺身兩 和派起餅的照片 不過開頭就戴定頭盔 Sorry 真的不想鋪這麼多東西阻礙大家 只不過真的有不少品牌和朋友要多謝 之前亦希望應洗則洗 可省則省 所以拜託大家忍耐一下 許智安首度正面回應 安心事件 只是一世的傷疤 許智安很久沒有接受深度訪問 由麗芷山主持的TVB新節目 紫山約你即將開播 其中一集邀請到許智安做嘉賓 而在日前播出的預告片當中 許智安被問及安心事件時 沒有迴避 並且直指一世的傷疤 新節目以世界各地的演唱會為主題 追訪香港歌手去到各地開場的背後故事 而其中一集 黎芷山就跟隨了 久未有接受深度訪問的許智安 去到澳門開場 見到黎芷山去問許智安 你最灰時 對自己將來的事業還有沒有期望呢? 安仔很認真地回答 不敢說期望 剛剛這個演唱會 我覺得最大不同的是 即是我覺得初心是很重要 即使現在的台有多小 我都不怕 總之一響聲 我就有信心唱到最好 當黎芷山又問及許智安 有甚麼要跟十年後的自己說的時候 他就說 其實你我幸福的了 至於被問到2019年的安心事件後 對他的影響有多大的時候 許智安很刑重地說 是一世的傷疤 2019年 許智安和黃森穎 被爆出在車廂激民安心事件 事件後 許智安開記者會含淚道歉 暫別三年後正式復出 並去到美國和新加坡等地開小型音樂會 仍獲得大量的歌迷支持 李隆基再落男兒女 未婚妻每日贈一順 患難見真情 李隆基在節目當中真情否白感動梁思浩 73歲的李隆基日前驚喜現身 在梁思浩主持的YouTube頻道 娛樂好好玩那裡 李隆基在節目當中 談及正是還押當中未婚妻黃青霞 再次落下男兒女 黃青霞因涉嫌預期居留和虛假文書等六宗罪 由今年2月開始被捕 還押期間李隆基風雨不改去探監 而李隆基坦然發生這件事後 好像世界末日一樣 整個星期都睡不安、吃不下 身體消瘦 又指未婚妻黃青霞曾透過梁思浩的節目捐冠 而梁思浩就說 那就是她一定沒事了 李隆基曾公開表示 不再對未婚妻的事件作出任何評論 但今次去到節目做嘉賓 完全是受到Chris的鼓勵 他說思浩好幫你 你快點要做好點 而李隆基亦提到 現時Chris每天會寫一封信給自己 兩個人患難見真情 說話時不僅僅僅僅僅 更加眼泛淚光 而梁思浩在13日凌晨便於IG出帖 12日第一集直播破了YT的首播人數記錄 亦破了最快的訂閱紀錄 多謝全球網民支持 多謝我兩位的好拍檔 而昨日搜集的神秘嘉賓就是 近期娛樂新聞話題人物李隆基 兩師傅特別答謝李隆基說 特別感謝我的嘉賓李隆基哥哥 你的真情否白 你的眼淚感動了我 祝福你早日如願已上 唐詩詠爆離巢因為角色寧突破 刊談感情失敗因由 唐詩詠離巢之後發展得不錯 兩年前離巢TVB的唐詩詠 日前接受雷霆881 商業一台星光背後的訪問 在節目當中 親自解釋離巢的原因 更加無悔離巢 之後更加悍談感情事 坦然自己不善溝通 入行20年的唐詩詠 在2017年 憑著不懂殺嬌的女人 去到第一次拿到時候 之後他就瘋狂地拍劇 直到合約到期 他說2015年已經上外廠 在2015年的時候 還會恐懼 確實在2017年 拿完獎之後 我內心有個想法 我跟自己說40歲之後 我要想清楚想做些什麼 是為自己設的deadline 感覺到自己是時候要休息了 又說其實我很喜歡演戲 但再這樣拍下去 覺得自己沒有突破 演的角色都差不多 而生活上已經拍到很累了 如果我想有得選 必須要有足夠的積蓄 所以離開之前狂拍劇 計過自己半年武功做都可以養 金牛座需要有好好的準備才去做決定 幸運的是離巢之後 立即接到廣告和電影 我發覺恐懼是源於習慣 離開之後我即時接到一個廣告 也拍了兩出電影 有可觀的收入 也有不同的嘗試 而唐詩詠在離巢之後 更有機會去到孟加拉探訪 受同婚影響的女孩家庭 這個旅程令他人生180度轉變 他說孟加拉那些女孩很偉大 很想讀書為其他人 我反觀自己當年有書不讀 只是為了賺多些錢 很多東西都是為了自己 而當年金融風暴 經歷父母離異 遇過很多人上門拍門追債 那時我認為沒錢就會有很多問題出現 父母也不會分開了 提到80歲的爸爸 唐詩詠更加很感觸地說 第一次和爸爸哥哥去日本旅行 有一晚只有我和爸爸兩個人吃飯 雖然大家沒什麼特別的話題 但那次才是好像真正和爸爸相處 至於感情路崎嶇的他 很多個對象都未能開花結果 他分析說 其實當然有很多原因 對方的原因我不說了 我自己過去就因為太注重工作 什麼都以工作先行 當然會照顧另一半 但其實我一直不懂溝通 除了最長那段感情之外 對方一觸碰我的底線我就會走 過去拍拖我最弱就是溝通 我不懂將自己不開心和另一半分享 我以為不說出來就沒事 最後對方會覺得 為什麼你不開心也不跟我說呢? 而當年唐詩詠和洪永成因為劇集 再得有情人而交往 唐詩詠透露分手原因是南方承受著壓力 而當時他不懂得保護對方 導致兩人分手 MIRROR首登FOX和CNN電視台訪問 三位成員流利英語對答 MIRROR衝出香港 MIRROR在日前抵達紐約 並且為13日在UBS Arena舉行的 巡迴演唱會作出準備 而在表演前十二指更加應當地的 FOX和CNN電視台邀請接受訪問 而Anson Lo、Ian、陳卓然和代表哥Stanley 全程都用流利的英語回答 在FOX Good Day New York七分鐘的訪問環節當中 前半段MIRROR全團跳唱和NBA球星 Dame Crossover的最新英文單曲 Date Zero 之後接受兩位主持人的訪問 Anson Lo先表示感受到粉絲對他們的支持 令他們感到非常溫暖和被愛戴 意想不到有那麼多鏡粉接機 而當主持人問到有沒有四處逛或吃一下Pizza時 Ian說剛下飛機 睡了兩小時就急不及待到FOX接受訪問 被問到想和誰合作 Stanley說一定是Dame 我們都超級興奮 因為部分成員都是NBA球星的擁躉 所以能夠和Dame合作是莫大的榮幸 有網民看完訪問後 就說對MIRROR另眼相看 哇!衝出香港 Anson Lo和Ian說真的英文都挺好 Ian完勝 香港之光 前無古人很厲害 跳過了羅湖 而事後十二指表示非常榮幸 可以接受Fox Good Day New York的訪問 而Anson Lo更表示很奇妙 我們以MIRROR這個身份見識了很多 特別是在紐約 因為這個地方真的很大 更令我們覺得自己很渺小 所以這是很好的第一步 令我們更有動力前進 而Idan亦說 因為在一個不是自己熟悉的地方 然後要表演還要接受英文訪問 大家都很緊張這次的表演和訪問 但我覺得大家都很盡力做到最好 很開心有這樣的機會 希望未來有更多這樣的機會